10月1号参加授阅的空中梯队 以7分50秒的时长 在天安门上空画下了完美的航计 精彩的背后是人民空军从无到有 由弱到强的飞跃发展 今年空中梯队由空军和陆军海军航空兵 派出的34型168架飞机组成 编成了12个梯队 这次空中梯队全部由现役国产主战航空装备组成 直20 运20 歼20和轿10等多型飞机 都是列庄后首次飞跃天安门